小伙选了个舒服的姿势 任由老头将真气倒入经脉 只因小伙无辜挨了一掌 如今已是危在旦夕 只得致知死地而后生 要将体内大黄亭强行吸收 可这冲金破脉如千刀万管 倘若出现半点差池 当力是经脉寸断而死 只是这徐凤年自带主角光环 又怎会绊到夭折 一身浊气淤泥 索性在炮上一流黄温泉 顿感一声 爽 大黄亭几重了 按武当的功法算 有四重了 想不到徐凤年竟因祸得福 体内真气又浑厚了几分 那您考虑不考虑 闯我几首上重剑说 一个刀客非要练剑 李淳刚对此子嗤之以鼻 口上虽说不愿 这手中却比划着自己那一招成名绝技 这就是两袖青蛇 到武帝臣之间学不会 就是跟你无缘 徐凤年心头一喜 嘲讽李淳刚不怕小辈后来居上 李淳刚却冷哼一声 到我这等境界 不管何人在我面前 我都是剑神 天不胜我李淳刚 剑道万古如长夜 徐凤年一愣 小心闪了您这老妖 此时却看魏淑阳匆匆赶来 说那静安王带着五百铁骑包围而来 徐凤年自识知晓晓晓晓晓晓来何意 毕竟自己拐走人家的老婆 怎样都是要道一声谢谢的 就看徐凤年将静安王带着一边 说起了自己那如意算盘 静安王近些年四处宣称 自己藏爱裴南伟如明珠 无非只是给皇室暴露一个弱点 既然如此 这两人都是千年的狐狸转世 各自打得一手绝妙的算盘 静安王开始对徐凤年产生钦佩 既然大家皆有共同的目标 倒不如话敌为友 待徐凤年成为北梁王 或将可以同舟共计 可静安王这儿子赵荀 却远不及徐凤年老道 这静安王前脚刚走 便追上了徐凤年的车队 只因自己对这所谓的后妈 早已是垂涎已久 怎能如此轻易让徐凤年挪走 眼看双方剑拔弩张 呼听远处传来一声动静 这来人竟是楚禄山 徐凤年还觉得奇怪 这楚禄山不在北梁花天酒地 怎么跑到这青州地界 一番询问方在知晓 这徐霄早在一月之前便交代楚禄山 待看到药英送来剑碎 便来青州寻找事 徐凤年心头一惊 自己事事不按徐霄的计划 可一举一动皆在其意料之中 此时楚禄山方才看到一旁的赵巡 见其面带嚣张 不如就地嘎了腰子 赵巡一是担心这楚禄山发狂 性性收起长剑 大气不喘地扭头跑去 此时徐凤年突然想到 静安王先前说的话 既然不知这王妃深浅 索性让楚禄山带回北梁 北梁掌郡主徐之虎 竟被传闻是作风放荡的寡妇 只因从北梁远嫁江南 却接连克斯两任丈夫 如今却又传闻与江南才子 刘梨廷暗中勾打 称其眉皮眉脸地勾引人家刘公子 却不想这刘梨廷本就是有妇之夫 其妻子可非寻常 与那宫里的娘娘可是亲戚 见徐之虎如此不要脸面 竟直接给了一大巴掌 刘家门风轻正到头来 被你这个放荡女还家风 则是成为内坊间饮茶吃酒的谈资 却不想正好被路过江南的徐凤年听了曲 徐凤年哪里能接受姐姐被这般欺辱 料想自家姐姐绝非这般为人 毕竟其心中挂念的 无非是武当山上那小道士罢了 徐凤年让李纯刚等人先行前往卢府见姐姐 自己去那江新郡会议会这琉璃亭 在看此人贼美蜀目 更是确信自己心中所想 此时就听着刘氏夫人还在为那传闻生气 刘夫人听得甚是欢欣 却不想这书修突然闯了进来 本以为又是战促在外人来的花草 却不想下一命 你看什么 这琉璃亭当即被吓尿 这一届书生哪里见过这般手段 忙问女侠徒才还是解释 却听书修说自己与北梁有血海深仇 不听将来谁不知道 你和徐凤虎面间情热 眼看书修将要动手 却又听着刘公子喊道 我愿助女侠一臂之力 杀徐之虎卢探囊取物 只看书修将计就计 计如此 你便立即书信一封 哪知这琉璃亭趁去笔墨之计 直接一眼台将夫人击晕了过去 我和徐之虎之间真正的关系 就看琉璃亭打开抽屉一案格 从中取出几封书信 这才明白 这一切竟是京城朝堂的布局 只因着北梁与江南联姻 引来朝堂忌惮 当下命着琉璃亭勾引徐之虎 败坏其名声 让江南与北梁反目 可这徐之虎生性高冷 面对琉璃亭的世书谗媚毫不动容 无奈之下 只好在鲍博寺部下一局 并让人找来自家夫人 上演捉奸好戏 想不到这一切都只是一场阴谋 正好被站在屋外的徐凤年 听得一清二淬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徐凤年 琉璃亭心中一正 慌忙朝着外头跑去 可哪里能逃出徐凤年的手掌 既然是间传我徐凤年凶残无道 那我便如你所愿 就看徐凤年骑着快马 拖着琉璃亭一路狂奔 可就在这入城之际 不看城门楼上站一料铃少女一跃而下 想不到这呵呵姑娘 竟在此刻暗杀徐凤年 待到徐凤年再出现 已是在鲁府门前 姐姐徐之虎早已等候多时 姐弟二人还来不及问候 徐凤年身子便忽然贪软 晕倒在徐之虎的怀中 小女孩正捡寺庙铜钱给爷爷治病 却遭到一旁贵妇人的嫌弃 对着女孩这一见逃去 女孩一个亮枪掉进了水中 这贵妇人属是嚣张的紧 一旁书生实在看不下去 挺身拦在女孩身前 你要是哪来的还能出狗 陈哥哥 没事的 我不疼 女孩懂事的让人心疼 却依旧化不开这冰冷的心 毕竟在这如风鼎盛的江南 这书生可算不上文人 只是显眼的穷酸 这稍显滋涩的女子 竟拔出一只带箭头的箭矢 朝着男子胸膛便投掷而去 幸亏徐凤年眼疾手快 腰间春雷一刀掠过 挡住此箭 女子一听是北梁 世子倒也有些许惊讶 可任凭你北梁在嚣张罢户 这将难乃天下文人汇聚之地 你又怎敢兴凶 众人这才想起 前日里徐凤年当街托死朝廷命官 却至今无官府追究 眼看徐凤年长刀将至 这才感到一丝恐慌 徐凤年心中一正 想不到这书生眼光竟这般独到 索性一刀滑向停住 言语呵斥道 倘若这娃娃有半分闪失 我便要你满门好看 徐凤年转身询问这书生姓氏名水 在下陈希亮 这陈希亮一身傲气 深得徐凤年赏识 一个自称顽固 一个自称走狗 二人臭味相投 徐凤年当即要其与自己 同那江南才子便辞雄 陈希亮毫不犹豫便答应下来 若如此 徐凤年如伯乐 陈希亮如千里马 或许他自己都不会想到 有朝一日 竟会成为那北梁谋士之首 此时鲍勃寺内 一群风雅如是正对那志士之道 侃侃了他 教练爱 实以终度 不夺民实 徐凤年的一声会语 引来场中文人诸多不满 如今天下霸处百家 独尊如数 焉能有第二种声音出现 尊王剑霸 都是扯淡 眼看场中众人皆怒视自己 徐凤年往身后一指 让陈希亮替自己变怒 轻弹变难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开口 徐凤年一刀挥出 刀气劈断一旁的牧主 对着陈希亮大声说道 若有人不让你开口 我便也不让他开口 众人心头一正 虽有怨言却皆不敢出头 就看陈希亮缓缓上台 若人今世 异必有力 若可记民道必有功 以为把 故本于王 此言一出 场中顿时乱作一团 文人皆知 若刚柔并济 必会打击天下读书人之地 当即怒斥陈希亮一派胡言 徐凤年挥刀一出 自爆家门 无奈北梁徐凤年 众人谁不曾听闻 这大道顽固柿子的名字 见面面相去 徐凤年冷喷一声 一个个话说的听不懂 看见刀 倒知道害怕 台上的书生倒有两分骨气 虽知北梁处是蛮横 但倘若我向朝堂参上一本 阁下又当如何应论 这是想和天下读书人为敌啊 别老往大理说 江南不是天下 你们 也代表不了读书人 眼看这帮徐辅书生又言不敬 徐凤年本想杀季景侯 却不想此时忽然一对卫兵闯入 打断了这场辩论 为首之人竟是唐熙剑仙卢白姐 这卢白姐早已听闻徐凤年身边竟有一处过侍女 为一探究竟早早埋伏在这豹国寺中 待看清女子面旁 竟是那西楚王国的公主 并想当年自己清歌死于楚国王室之手 心中怒气全开 带着人马便杀将过去 只是这卢白姐也算聪明 不愿与北梁产生恩怨 当即要与徐凤年做一场交易 世子只要把他留下 卢家会支持世子成为北梁之处 徐凤年自然不会交出江泥 横刀拦着江泥面前 你敢动他 我会穷尽一生毁掉卢家 卢白姐自不会屈服这三言两语 既然世子不领情 那就恕卢白姐无礼 徐凤年虽知不是卢白姐对手 但他为了江泥 宁愿拼死一战 看着卢白姐手中罢袖剑一挥 竖道水剑朝着徐凤年飞射而去 却看徐凤年一跃而起 手中春雷刀猛地挥出 一道清光剑气 迎着那水剑便撞了上去 轰的一声巨响 竟与这水剑占了个平手 两袖青蛇 剑神把这个都传给你 卢白姐心中惊讶 想不到徐凤年刚踏上五道 便学成如此逆天的法门 可惜毕竟内力尚浅 徐凤年双手已忍不住发展 这也是你的极限了吧 卢白姐本就不愿与北梁为敌 只是这江泥与自己有血海深仇 燕能不报 卢白姐懒得再理会徐凤年 一剑朝着身后的江泥便刺杀而去 眼看长剑即将冠 突然一道狮子击射而来 竟直接将卢白姐手中长剑振脱出去 卢白姐心中惊恶 场中怎会出现如此高人 谁 就看一男子身着粗衣 单手靠背立于场中 卢家私事 万人请无插手 哪知这男子毫不理会 手中一枚石子搜的一声弹射出去 落在了卢白姐身旁 想其定是来者不善 见男子一言不发 卢白姐心中生气 以水作剑 剑气凌然 不出片刻 卢白姐身边便围绕无数水剑游荡 只看其将真气汇聚 猛得一剑劈出 直射男人脸面 不想男子只是单臂一台 周身落叶旋转成一道飓风屏障 呼得一掌 竟将周边那些个侍卫尽数掀翻 卢白姐心中一惊 此人怎么知晓自己出招路术 莫不是会读取人心 卢白姐本不信邪 可自己的每一个动作 皆在男子意料之中 就看男子又一道掌风回来 卢白姐心中发怒 想了自己多走一步 又有何妨 乃至这第四步方才踏出 天踩到那颗不起眼的石子 卢白姐一个亮枪倒飞了出去 戴琪起身 男子的双指已直指自己眉心 我不会读人心 我只是说出了罪诈的用备方案 人心入局 官子无敌 卢白姐已然想到 眼前之人定是那轻衣如胜 曹长青 想来自己今日已是复仇无望 能死在曹长青手中 也算不复所望 当下只求一死 却看曹长青手指微微一点 只是将卢白姐击晕 随后踏步流星朝着姜妮走去 众人心中不紧 却看曹长青对着姜妮便叩拜下去 江妮这才想起 自己年幼时候 宫中的齐赵叔叔时常陪自己玩耍 却不想竟是五平排行前三甲的曹长青 齐赵叔叔 殿下烧带 臣仙杀词 殿下千金之取 徐凤年却当作侍女 徐凤年头皮发麻 这西楚一步余孽无数 怎就偏偏碰上眼前这一系青山 可眼下不及多想 锦盲百出那欲敌之姿 可曹长青怎的都是天下皆知的大宗师 斥杀徐凤年如探狼取物 就看一圈圈刚烈之气以曹长青为原心 卷荡而去 青鸟本想护徐凤年周全 可尚未近身便被这刚风震腿 待气临近 徐凤年手中双刀皆被席卷上空 一股将死之气游然而生 不要 徐凤年不该死 只因听到江妮和余又威的求情 曹长青才将那手指落下 既然公主求情 忽且饶恕而知性命 可曹长青却忽然提出 要带江妮回那西楚 那大楚幸存的勇士 皆以汇聚属地 只带公主归巢 一统三军 绝地雄起 曹长青话音刚落 便见地面一道沟壑 抬头看去 来人正是那剑神李淳刚 同样是江湖中最高的高手 一个没事就爱挖鼻屎扣脚丫 一个却神华内脸 风度神异 徐凤年心中一喜 有老剑神在 任凭他官子无敌 也休想带走我的江妮 曹长青说罢便双掌一开 一身浩然正气轰地而起 敢问世间谁能登顶武帝城 唯有曹青衣 李淳刚毅不敢小觑 双指一勾 唐膝剑仙的罢袖剑 瞬间握入手中 眼看双方都已剑在弦上 气浪翻涌 大战一触即发 江妮却忽然喊道 这一高一滴两代翘楚 竟因这小姑娘而散去了威压 江妮自是不愿看到两代俱伤 而曹长青的条件 便是要江妮跟着自己 复兴西楚 一旦西楚复国 北梁的地位也随之稳固 与你 我 他 皆是极好 江妮看了看身旁的余又威 活泼家王是每个楚国人心中的伤痛 自己虽然习惯了侍女的身份 可她知晓曹长青说的对 那无数流浪的西楚臣民 都期盼着在绝望中看见光明 我是江妮 是你的侍女 我也是西楚公主 王祖薛 江妮话已至此 徐凤年神情复杂 看着站着的小迷人 跪着的曹青衣 百感交集 此时江妮又提出 能不能陪徐凤年 走完龙虎山 再回楚地 你怎么知道江妮在我身边 我不知道殿下是否还活着 但我找到了这个 就看曹长青拿出遗物 竟是江妮的西楚神符 这神符一直在李淳刚身上 怎会跑到曹长青手中 一番询问 这才知晓是为书阳前日 借走了神符 是徐肖设计一切 五国公主在线 黎阳再生大地 而北梁的地位就越发稳固 世袭往替的北梁王 不给我还能给谁 徐凤年也想不到 自己一直扬言走自己的路 却一直都在学校的棋局之中 眼看是已至此 也只好再走学校之路 可若让两人如此轻易离去 有点假 李淳当后背一凉 优吼 该我表演吧 这能不领掉一颗 四两兄青春吗 李淳当嘴角邪魅一笑 就看这鲍伯似乎然陷入尘土之中 看不清两大爵士高手的身影 只是一袭变的 道道清光 道道黑气 真乃大制作 大场面 天人灵犯 也不够如此了 李阳王氏的私生子赵凯 奉师傅寒雕四之命 找到龙虎山赵氏祖宗赵皇朝 就看赵皇朝从怀中掏出一方玉玺 扔至赵凯手中 下一秒 赵凯忽然黄袍加身 文武百官裂败西东 感受百官臣服 天下至尊之体验 赵凯满脸的不可置信 望着手中玉玺满脸兴奋 可赵皇朝忽然一手拍下 这玉玺随之摔落地面 四分五裂 赵凯瞬间惊醒 想不到这赵皇朝手段如此诡异 借人心之欲念 引入幻境 杀人于无形之间 这种功法 岂不是和天神一般 随后赵皇朝给了赵凯一本册子 上记载徐凤年母亲无素的生平记事 又会有诡异的龙文图案 只要徐凤年翻阅此书 定能陷入幻境 不要让无素在他眼前再死一遍 赵凯瞬间明白 老祖宗好手段 此时徐凤年在前往龙虎山路上 与剑神李淳刚探讨天下武学之争议 谈到兴起 方才知晓 这里剑神的绝技并非只有那两袖青蛇 这一剑开天门才是李淳刚压箱底的绝招 一剑展开天地 不畏天人 不惧天道 是为剑神 徐凤年拼了半天 依旧不明所以 此时魏淑阳送来一幕盒 这盒中放的 正是赵皇朝那本幻书 这书中竟记载着母亲当日被害的真相 徐凤年正正地看着 那些奇异符文散发着金光 不过片刻 徐凤年便心神不宁 身子忍不住地微微颤抖 魏淑阳自然不知其中能道 直到是徐凤年无法接受母亲惨死的真相 害怕扰其心神 让徐凤年独自冷静 徐凤年看得愈发入迷 下一秒便沉沉睡去 但见自己身处一悬崖峭壁 天地间云雾弥漫 紫气生腾 那树上文字闪现道道金光 在眼前组成一段文字 得道年来三甲子 不曾飞见取人头 天庭未有天福至 龙虎山间听全流 徐凤年正看得愣神 忽然这龙物汇聚成巨大龙头 只见一人身穿龙虎山道服破空而出 徐凤年莽得一惊 莫不是有天人出窍成龙而来 就看这老道伸手一指 这龙口中喷出一道极强火光 徐凤年还不知该如何抵御 却看眼前出现一人 竟是自己那母亲无素 徐凤年心中一正 想不到再见娘亲近是这般场景 看母亲那温暖一笑 徐凤年早已气不成声 可下一秒 那金光破裂 这老道忽然一大掌拍出 龙音不觉 震得徐凤年耳膜生疼 这召皇朝终究是当之无愧的陆地神仙 旋力通天 无素的身体逐渐模糊不清 化作流华散去 徐凤年伸手就想要去抓住 可母亲身躯逐渐通透 缓缓飘荡而来 犹如敦煌飞天 徐凤年彻底陷入癫狂 双眸赤红 这天人之战 凡人皆为蝼蚁 可徐凤年是谁 管你是天人还是神 天底下没有让他徐凤年任命求死不到 腦海中忽然闪过李淳刚的话语 徐凤年只觉得炸开 死又何惧 你这妖道连娘亲的魂都去散 平胜小爷杀不住 只见徐凤年缓缓起身 对着赵皇朝和那天龙大喊 话音刚落 那妖间的春雷忽然出窍 刀身散不惊光 缓缓落到徐凤年手中 只看这赵皇朝手掌一番 一道浩然道气扑天盖地倾泻而下 口中怒斥 天道巍巍 邪魔退散 我有一刀 可斩天人 就看徐凤年猛的乐器 一刀破空 天地变了颜色 说圣天人说圣仙 我要你知晓何谓天外天 恐怕连徐凤年自己都不曾想到 这一剑开天门 竟会有这般魄力 这所谓天人天龙瞬间化成了泡影 心中忍不住的大喊 爽